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 就是前些日子 就是有一个逼生大妈的视频 特别特别夸张的 对 就是其实是这样 就是逼生逼婚 它全部都是一个 黏着的 对 它是一个圈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大家应该很多人都看过 来 啥就给你点时间呀 你知道自己多大了吧 你老婆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我们兄弟姐妹四个都生起来 再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你也能打酱油啦 再看看你 整天吊朗朗的样 马上都三十了 还不生吗 你不上心 那孩子能从年而降啊 你是想咋的呀 啊 给你缓多了个两年了 你让我咋说你啊 一问你就给我折 也不说个出 还跟我玩这离根了吗你 他想咋的呀 那你说 你结婚是为了啥 为了找个理由 把咱家东西都倒到他家去啊 这都不算啥 我也不愿意天天好着你磨叽这事 等你成高龄产妇了 生孩子多危险知道吗 我让你找个大的你不听 我让你生孩子你还不听 你是要上天的 就趁我给你买三篇猴了吧 就你早点生事害你呀 我还在给你收了一代孩子呢 你知道国家为啥放开二胎吧 就是想磕着磕着你们这些一胎都不生的 打脸不 偏啥的呀 我要求真不好 就是想让你生个孩子 老了有人管你 我看这段视频很有感触 我觉得这个属于赤裸裸的抹黑 把这个通过一个东北大妈的口音方言和段子 把父母的良苦用心都给抹黑了 这一定是个摆拍视频 也可能是作作剧 但是关键 你不能把这所有的东西不好 这么短的时间都集合到一个所谓的长辈身上 这就是抹黑 但这其实就是一种社会现象的一个集成 对 好 我反过来 我说另外一个社会现象 很多年轻人光恋爱不结婚 其实不是两方都不想结 一方不想结 另一方就给你拖着 我还没玩够呢 然后借此理由 不想结婚为理由 可能孩子都有了 还可能有不负责人的婚姻行为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现状 这种婚该不该毙